癌症登月计划 即将重新启动 癌症登月计划即将重新启动 在白宫简报会上 总统乔·拜登宣布他正在重新启动 他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时倡导的倡议 拜登讨论了他的计划 为抗击癌症有强烈的紧迫感 并为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更好的支持 目前,关于新计划或如何资助的细节很少 总统还没有宣布有关的新支出 拜登强调 癌症是国会真正两档关切的问题之一 双方都有强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可以让国家团结起来的议题 拜登总统说 我们做得到 我向你保证 我们可以为所有我们失去的人 为所有我们想念的人做到这一点 正如我们所知 我们可以终结癌症 目标是在未来25年内将癌症死亡率至少降低50% 其中一项努力是引导人们重新进行常规癌症筛查 如乳房X光集结常境检查 特别关注确保人人公平原则 拜登还更新了早先的一项提议 即创建健康高级研究计划署 RBH 该署将专注于推动健康研究的前沿创新 该计划的一部分还包括组建一个癌症内阁 其中包括18个联邦部门 机构和办公室 其中包括来自卫生和公共服务部 退伍军人事务部 国防 能源和农业部的领导人 据推测 目前正在计划的癌症登月峰会 以及计划中的新网站上将披露更多信息 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跟踪其进展 总统优先 癌症登月计划始于2016年 当时奥巴马总统在他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中 宣布了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 几天后 奥巴马要求国会提供10亿美元来资助该计划 并让当时因脑癌失去儿子的拜登 在政府剩余的几个月里负责任务规划 这项新计划将由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任职的 Daniel Carnival博士领导 他现在已被任命为白宫癌症登月计划协调员 在简报会上 拜登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都谈到 失去患癌症家人的事情 拜登谈到了他的长子于46岁时死于脑癌 而哈里斯谈到了母亲沙玛拉 哥帕兰 他是一名乳腺癌研究人员 于2009年死于结肠癌 谨慎推动 总统的演讲得到了许多癌症组织的称赞 包括专业组织和患者权益团体 美国癌症协会首席执行官 医学博士Karen E. Knudson 称赞拜登重新点燃了登月计划 他评论道 仅在2022年 估计就有190万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美国将有超过60万人死亡 调动联邦政府的资源对于减少死亡和罹患这种疾病的能力至关重要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 AACR首席执行官Margaret Foddy医学博士表示 在过去两年癌症研究和患者护理遭到破坏性中断之后 他很高兴听到这一历史性公告 他评论道 重新点燃的癌症登月计划将提供一个重要的框架 以帮助改进癌症预防策略 增加癌症筛查和早期发现 减少癌症差异 并为癌症患者推动新的挽救生命治疗方法 然而 他强调 要实现这些目标 就需要国会增加资金 健康生活编辑部